好 请放下 很好 大部分人都知道现在是战争状态 什么叫战争状态 你们坐的这里就是战争状态 当你的台湾民政府 扒给你身份证的时候 什么人出来了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出现 就在战争状态 USMG是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没有在战争状态 美国军事政府怎么会进来 对谁来讲 现在是平时状态 对谁来讲 对外面那一群没有身份的人 拿支那难民的身份的人 叫做平时状态 他们不是在战争状态底下 你是流氓政府支那政府底下的国民 你跟美国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的时候 那跟美国是什么关系 这个没有搞清楚 你们今天来上课就完蛋 特别我们是黑熊部队 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当中 当你的身份一出现的时候 你就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被占领地的百姓才组织民事政府 组织民事政府 组织民事政府 但是你的身份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整件事情没有发生 过去我们赶紧那时候 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 台湾狼爹队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 全部跑到哪里去了 全部跑到流氓政府体系里面 他给你改国籍 以前是大日本帝国跟美国战争 我们输了以后 他派他来占领 他的代理人来占领 但是代理人做了一件事情 把我们每个人的国籍改变了 那变成什么状况 变成没有台湾人了 全部跑到他的下面去了 我们对美国来讲 已经不是敌人了 变成他的友人下面的人了 怎么过去 大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战败国 我们在照会他也会失去 所以才被蹂躏69年 起床这样骗 是这个原因 我们真正的身份 不愿意承认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变成支那人 所以现在这个一切都是假象 你外面所谓的平时 我们现在战争状态底下 所以你们才会接受命令 我也在接受命令 我们成立内阁 成立郡守 成立这些所有的组织结构 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 我们的权力来源 我上次问议会的 问我们的内阁 我说 你们担任这个组织以后 谁最大 谁最大 有人走去说 人民最大 我说害了 赶快 你们今天认为 自己现在在平时状态 害了 完蛋了 因为你不晓得 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好 下一张 在讲战地任务之前 这三个主要东西 我跟你讲 我们这堂课讲的 跟其他课完全不一样 外面是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你现在一定要清楚这个状况 后面是怎么回事 现在才进来 马上坐下来 没关系 马上就坐 我继续讲 尽快就坐 待会回去补我这一段 你们回去要补我这一段 前面那些问话 问句非常重要 有几件事情要澄清 刚好有一些同情 寄一些资料给我 他说他寄了一些 有关于战地政务 因为在现在中华民国体系里面 唯一战地政务是哪里 亲门 马祖 台湾跑步跟他无关 战争状态是金门马祖 那是属于中国令 他可以管得到的 所以那边所谓的 战地状态底下的管制方式 是只有金门马祖 他才可以执行 在台湾他没那么多 这是他的领土 他可以这样做 那在战争状态底下 没有人权好讲 最近我们不是看伊拉克在打仗吗 不是伊拉克 加撒走廊 以色列人跟加撒走廊的 巴勒斯坦人打仗 对不对 打来打去 大家想 这怎么人权啊 炸弹一炸过去 炸到他们的医院 学校 难民逃难的地方 炸弹给它炸 今天一直在爆 这怎么没有人权 爸爸抱着小孩子全部流血 这样冲来冲去 国际有哪一个国家说你这样子违反人权 没有 这叫什么战争状态 所以以色列军队就直接开到里面去了 开到他们国家里面去了 你们要看什么叫战争状态 这里有一个战争状态 没有在跟你讲人权 人权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平时 非战争状态底下 讲人权 讲人民的权利 但是在战争状态底下没有人民的权利了 只有什么集权统治叫dictatorship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待会我会讲更多 我们讲战地政务 就在战争状态底下 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指挥官手上 他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没有什么好讲的 过去台湾人搞不定这个状况 所以他给你抬 因为台湾人不晓得自己是被战争状态底下 被占领的人去抗议啊 去请愿啊 现场就给你抬了 为什么 过去把他 是怎么这样 你认错 你把敌人当作自己的组织 就是这样子 他把你杀是合理的啊 他对美国说 这是我禅留的地方 他要反抗 rebell 所以我要压制 所以我执行军事动作 就是杀 没有审判就杀 过去就是这样啊 军事状态底下不需要经过审判 直接就执行命令 国际也不会讲话 为什么不会讲话 在战争状态底下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状况是台湾人啊 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谁啦 身份角色乱了 乱了之后就用台 不知道又不知道状况 还要平反 不会平反的 没办法 当然以后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平反啊 战地政务要讲之前 第一步 我一座 我是谁 我是谁 你搞不清楚我是谁 对方是谁的时候 你怎么个战地政务法 你自己是谁 你的敌人是谁 搞不清楚你怎么战地政务啊 对不对 你先搞清楚自己是谁 我一座 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上过我台湾史解码的人请举手 台湾史解码 没有上过请举手 那我要为了这些人我再补一次 来 按我是谁 这个帮我按进去 他会跳到那一页去 来 针对那些上过课我不讲 没上过课的 你是谁 我是谁很重要 你先搞清楚我是谁 才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 往哪里去 我未来是什么 我过去是什么 我先从你们是谁先讲起 国家地理杂志叫做Genographic 它有一个案子叫Genographic Project 国家地理杂志很有钱 所以他用这个做了一个特殊的案子 你知道现在最近DNA 就是生物科技很发达 以前说这个小孩子是谁生的 没有人知道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生的 怎么长得不像我 所以很简单嘛 现在方法是什么 DNA去化验 是不是你生的很清楚 骗不了人 一样 DNA这个研究越来越开放之后 现在只要用一个棉花棒 在你的口腔 嘴里这样刮掉 送到实验室里面 不要两天 你的DNA就全部出来 几亿队的基因就排列组合就跑出来 那人在复制他的下一代的时候 那叫什么 染色体会复制 复制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一些误差 那这个误差就找到变异基因 变异的 变异之后就所有对你这生出的后代 都带着这个记号 所以要追你的祖先很容易 就是从他开始倒追起 知道你是谁生的啦 对都要来 所以国家第一次杂志就对全世界 采了差不多70万个样本 70万的 在做实验 你们当中有学过实验 你知道70万的时候 数字相当庞大 70万几乎就把全世界 所有的基因这个路线图就跑出来 谁从哪里来 最后你们看这张图 所有的人类 现在活在地球上 所有的人类都从哪里来 都对他来 非洲 对 没错 都从非洲来 都是从那边出来 因为看你的基因就知道 有的人说 徐老师讲那边有点远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那我就跟你讲 我们就看这边有一条 叫做M174 有一个 只要这支 M174 从非洲出来 6万年前出来以后 开始travel到南叶门 到印度南部 到马来半岛 爪哇 台湾 再跟日本 再跟朝鲜北部 再进入所谓的中原地区 至于这个所谓的中原这一块地区 有什么人呢 五帝非洲来的 有从中亚来的 有从欧洲来的 有从蒙古下来的 好几十种的人进来 有从印度北部这样上去的 所以谁是杂种 谁是杂种 中国人是杂种啊 没有错啊 很多人混在那边 生了好几万年 不是杂种是什么 已经混了嘛 你们不要讲这几千年 我们再讲这几年下来 全部啊 中国人是杂种 没有错 智囊人是杂种啊 谁比较纯 那时候韩国人说 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先 对不对 对啊 你一部分的人 对我们这么起来 你查DNA就知道了 所以追啊 你也不用生气啊 中国人有什么好生气 我跟你讲 因为杂种 所以你没办法定义出什么 叫做汉人的血统 DNA定义不出来 要不然你把定义说 这叫汉人的DNA 定义完了的时候 所有这种DNA就是汉人 没办法 他做不到 因为这里面 很多种人混在里面 我刚才讲 有不同地方的人来 都男的家 比较纯 相对比较纯是什么 韩国 日本 韩国人对日本过去 日本人又对台湾过去 台湾的人又是从 马来半岛这边过来 然后又是从 南印度这边过来 又从非洲过来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谁是谁的祖先 他们的人是从我们 我们让他祖先啊 谁数点忘祖 中国人数点忘祖啊 谁人不做 台湾人 如果去拜中国人 是他祖先 他就不做啊 谁人不做 台湾人去拜中国人 是他祖先就不做啊 为什么不做 我们的人住在这四万年 没有跟外界接触呢 为什么四万年 以前航海技术没那么好 我们在岛上都是一个 高沙族和平补族的后代 住在这岛上 知道最近几年来 世界各国的掠夺者 他强盛的 他们在那边形成一个大的文化体系 进来是个掠夺者 对比较落后的地方 开始掠夺他的资源 所以西班牙葡萄啊 欧洲人来 日本那时候十三世纪买来台湾 所谓的支那地区也进来 是掠夺者就没尊重 要把你的地方并做他的啦 他只是在掠夺你的资源 台湾人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想说我自己 那时候大清帝国有进来啊 进来几百年啊 顾起来我们一些 比较早期汉化的人 想说自己就变汉人了 不是耶 我们的血统很清楚很纯的 所以这个doctor就讲了一句话哦 在做完这个整个人类的迁徙图之后 他讲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 是记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骗不了人的 你没办法用文化其他方面来骗人 没法度啦 不过因为科学证据出来了 我以前上过课啊 有一级证据二级三级四级证据 当第一级的证据出来之后 其他证据都靠边站啊 因为抵不过这个科学证据啊 抵不过这个筋骨钗啊 科学证据证明什么 你是MV74的后代 在这里生肚四万年 因为后面掠就走进来 我们就以为 我们说虎肉的就变虎肉人 说客位就变客人 结果都不是 结果都是贫不足跟古代之后代 因为文化上被人家侵略了 就认同那个文化 就以为自己是那种人 结果都不是 现在知道了我们的血统清清楚楚 我们是什么人 尹安尼在座各位 都已经确认了 这个不是血统部分 确认的部分是什么 除了血统以外还有一个 你是什么人并不表示 你可以在这地方 好好的活下去你知道吗 我问你 印第安人是不是确认他血统 是啊 在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可是现在是谁在统治 美国人在统治啊 北狼爹通地啊 我们知道我们是M174的后代 那是谁在统治呢 支那人在统治啊为什么 是有道理因为我们战败嘛 是我们的占领者派支那人进来管理你们 主要是要破坏大日本帝国系统 所以我要再讲另外一个部分 叫做政治上的身份 刚才血统确立了 现在是我们政治上身份要确立 下一张啊就是这个啊 本来我们是部落形式嘛 对不对 后来我们自己 里面的人成立一个大都王国 多久没有人知道 历史很久 没办法考证 再来到最近几百年以后才发生这件事情 就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进来殖民 那不同地方啊 他是掠夺者 他不是要建设你 直到什么时候才 从掠夺者改变成 拥有你的地方 等到真正要把这个地方开垦 进入成他自己的领土一部分的时候 就改变了他的性质 那怎么样会改变性质 就要实施宪法 掠夺者之间抢来抢去 谁赢 最后最凶那个人赢嘛 那些人大日本帝国 打败了大清帝国 对不对 甲午战争 下官条约给他掠备 输啊 我输了啊 那就给你啊 只要是 不是领土才可以割让嘛 那因为是掠夺者 他是殖民地嘛 所以才可以割让嘛 就割给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拿到手头了 一步一步在做什么事情 想办法变成他自己的领土 对不对 所以最后在1945年4月1号宣布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在台湾 那动作很重要 那个动作就 从此以后 永久性的改变了台湾人 政治上的地位 你的身份改变了 政治身份改变了 血统身份还是一样嘛 M174的后代 政治身份改变了 什么改变 比如大日本帝国的成名 这个是叫做permanent change 但是有的人说 不是啊 我们现在也要说中文啊 不好意思 但是因为我们战败 所以美国 我们输给美国 美国知道日本这个力量很大 一定要处理 所以大切八块 对不对 以前生存战争是这样 部落跟部落抬来抬来基准 做什么事情 一旦打赢了之后 把对方的酋长的手头砍下来 对不对 剩下都抬掉了 我们的酋长的头是不是被砍下来了 是啊 我们在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被悬制 不是真的杀他 悬制就是让他跟他的国家 没有直接统领的关系 其他地方沃尼尔一堆 台湾一堆 不同地方就分开来了 四分五裂嘛 乘几何时 现在状况又不一样了 本来四分五裂 现在又改变恢复正常 为什么 因为另外一个国家起来叫中国 对美国造成威胁 所以他又把大日本帝国又恢复起来 against这个 所以这时候这个系统起来以后 过去这些系统就要推回去了 之前这个叫做流亡政府 这个还不是现在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里面被他打败的流亡系统进来台湾 他就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 整个脚 什么脚 有的用语言 有的用信誓 用宗教 你来对台湾人 做各种各样的改变的动作 目的要把台湾吃掉 但他吃不掉 法理上他吃不掉 虽然所有动作他是做完了 没有用 法律上也没有这个地位 美国现在我们现在告完以后 要求美国你承认你的占领身份 刚才说为什么我们搞不清楚 这叫暂时平时 过去这个里面的人没了不见了 你的身份都改变了 变成拿中华民国籍身份证一尊 这里面就没有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在这块土地上 那时候中国流亡难民 现在做几个动作 分化 他没拆掉全部都赶走 所以一部分送到日本 一部分就留在台湾 有受到汉文化教育的 他比较好改 就叫你拿他的身份 拿他的护照 他说你现在见拜国 你如果是战拜国你很凄惨 你会被战胜国欺负 但是你如果变成我的人 右边是被占领者 被征服者 过去 我现在在讲故事 你只是看这简单的几个图 你就可以分析的一清二楚 第一个 中的什么 那就是中国 过去中国小小一颗 那时候快被灭掉了 对不对 是不是快被灭掉了 我们现在在讲说 以前美国跟日本在战争的时候 那个小东西快被灭掉了 可是那时候他在游移 到底要靠美国盟军呢 还是靠日本 这盟军跟日本打到有点担心的时候 他就想办法拉拢这个斯纳政府 你说你靠我 以后会有好处 我会打赢 打赢的时候我会分离好处 结果没有错要打赢 大日本就说 第二条 所以打赢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颜色怎么没有显示出来 他其实颜色跟清楚 这个应该是红色 昂蟹 本来是红色的点 小点都是台湾囊 红色小点被改成咖啡色小点 咖啡色小点都 病都知那人 这些红色的点 这是咖啡色的点 你们那边看得出来颜色吗 台生 我那边是颜色有出来吗 是红色 可是在这张PowerPoint你看不出来 太小了 OK 好 没关系 改了之后 他就没办法对它做处理 就没有 不是敌人哦 因为这叠就变成咖啡色了 这个PowerPoint有点跑掉 好 后来 这个小点就是被一个大典取代 什么大典取代 就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大地走出来 他被取代了 所以美国就改为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过去中华民国的所有的 车的东西都继承了 都把它吃回来了 所以世界各地 他的过去在中华民国体系的 什么大使馆什么东西都接收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系的 可是后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系的 又有趣的东西了 说台湾这个地方是 这个流氓政府占领 所以我暂时不能处理他 因为他的存在在台湾 所以他有机会吃台湾 我讲的有复杂 因为台湾在这个地方 流氓政府在这边 所以他用这个激发是宣告 钓鱼台也是他的 台湾也是他的 找到一个借口 找到借口了 所以他会想办法 让这个流氓政府在这边 直到有一天 流氓政府 再签订ECFA后 合作会 他回去了 美国后来改承认 那个大的嘛 大型的嘛 但是什么时候这个 合作会 合作会的话 你就是变成一体了 没想到这个现在 变成美国的敌人了 所以这个就又救出来了 就回到大日本帝国 现在的战争的敌人 就分得很清楚了 美国跟日本 现在变成什么 安保协定 合作会 是不是 变成他们两个打中间这个 现在知道了 整个战争状态改变了 过去是他的盟友 现在变成他的敌人 历史故事就是他们演 我们就是何其有幸 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 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说现在是关键时间 关键的时刻啊 你们是关键的人物啊 做关键的事情 就这样子 现在知道了吗 这样就解释了整个现象嘛 所以战争状态 好啦 那我们再下一张看看 他是有一个按回去的键吗 台生为什么他都没有那个按回去的键 按回原来的那个 来 好 刚才我是谁到第三张的时候 有一个按回去的键 来 我是谁先按下去 先按我是谁 然后再下一张 然后再按这个 没有 行不要到下面去 按这个回头键 对 然后再回到第二张 我的敌人是谁 你按这个 然后再按他的下一张 他跳的好快喔 好 没关系 我就照这个方向讲 Procedure of war 战争的程序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讲战争的程序喔 战争 有Procedure 第一个是Attack Decide to go to the war War plan and carry out 所谓的攻击状态 开始战争 开始跑 要怎么样 决定要进入战争 第二个 你要有战争的计划 最后把这个战争的计划 执行出来 这是第一个阶段 攻击 攻击 Attack 我现在把战争整个分解成不同的步骤 你要知道战争的步骤 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 做什么事情 这个第一步骤 那时候打了嘛 对不对 决定有战争嘛 要跟对方打 我有战争的计划嘛 然后把这计划执行出来 大家知道喔 第二个 Resistance No war plan Survive when contact with enemy 接下去是什么 不管你的计划 战争计划做的再怎么详细 真正开始打仗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情况 一开始打仗是什么 你的计划都不是计划了嘛 不是 你们对不对 你们想这些事情 当你有一个计划 当你真的去 比如说你有做行李啦 我开始要做行李 我一开始都会做很多计划 对不对 一旦开始执行之后 状况都不一样了嘛 你那时候要随机应变嘛 对这边 事先不可能预测到的嘛 战争更是如此 你一大堆战争计划没效啦 到真的开始打一阵 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所以什么 No war plan Survive 没有一个战争的计划可以存活下来 当他与敌人接触的时候 大家知道喔 你怎么知道要丢有音子弹 战争一开始就决定要丢有音子弹 不是 所以打到后来 勾不准之后 把最后再撒出来 最后一张牌打出去了 而且只有一张 接下去还没有第二颗 第三颗就没有了 美国跟他两粒了 那时候日本又撞下去 这个战争情况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 clash one side defeat the other side on the battlefield clash就是真正开始交战之后 一方完全压制到另外一方 让他完全不发生作用 你们男生有想到手打就好了 打架 什么叫打架 一开始跟你说 待会怎么打 真的开始打下去 到最后 打到什么程度让对方 完全 submissive 完全臣服于你 完全掌 完全压制你这个人 压制过去 对 clash one side defeat 完全的打败另外一方 然后第四个 closing the net after winning the field 很多人被压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 不认输 你有没有以前在打架的时候 有没有在那个 Oltagon 在那边 男生比较会看 就是 关在铁笼里面互相对打 对不对 那有的人被压在地上 可是那个手没有在地上拍 不表示他承认输 那再有机会他反过来又一拳 然后就跳起来 又会倒回来 所以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全判输 裁判会进来嘛 那你说不行了不行了 手打三个打两个 不行了 好那才结束战争 现在知道 战争是这样玩的 可是战争里面没有所谓的裁判 现在问题是 不是在fighting ring里面 所有的裁判跟他讲 谁贏谁输 所以现在开始动起来 不能再打 没有人说 已经宣布裁判把他手举起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又一拳 又把他打过去 不可以了 他永远都竞赛 都不用玩了 但是战争不是这样子 战争很复杂 没有第三者仲介 虽然说有一个联合国没好 所以战争是打到你爽为止 战争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很残忍 所以你们不知道战争的本质的时候 你就不晓得还在讲人权那种 在讲天方夜谭 战争什么 closing the net 就是我要说服你 你已经完全输到彻底了 你再来你就要被灭亡 要不要打到底 美国就是做这件事 做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美国现在做的就是这种事情 只是他没有的方法 不是像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我们67年大日本帝国的台湾 到现在还是压制在下面 还是在压制状态底下 67年69年了 这个状态我们要恢复啊 为什么 突然我们变有用了 因为另外一个敌人跑出来了 本来把他拨打开 跟我一起打他 变成这样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风水轮流转 现在变成同盟了 夹着火下去了 美国长有说日本是美国殖民地 不讲 真的有意思 因为现在已经挖他便宜了 你过期你把战牌是沉浮于我 你现在我把你升格当 过期中国是他的旁边的老大 第一副手 用他来打日本 因为日本很强 现在第一副手 对方把日本打败以后 这个副手怎么跟我来抢老大的位置 所以就干嘛 跟他打败的那个人抓起来一起打 比如说这样 事情就这么简单 想起来说起来没什么 就这么简单 下一张 知道了 那个有点复杂 我不讲讲太复杂 现在讲一个叫做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他后来有没有回波件 上一张也没有回波件 没有 那就直接走下一张 那这个我就要讲到另外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 我先解释 什么叫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就是用宪法来限制的独裁 Dictatorship叫独裁 独裁 独裁就是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指挥杆手上 他来命令所有事情 人民都很讨厌这种事情 但是在战争状态的时候 不得已一定会这样子 因为牵扯到很多事情 待会我会讲先讲定义 a form of a government in which dictatorial powers are exercised during an emergency 在紧急状态之下会做这种事情 the dictator is not absolute and their dictator's authority remain limited by the constitution 就是在有这种有constitution的时候 这个独裁是受限的 是受什么 宪法的限制 那不一样 跟我们是 的状态是不一样 是没有宪法限制 真的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是没有限制 从佛罗里拉州 德州打上来的时候 非常巨大的飓风 美国那时候总统马上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什么叫紧急状态 在这个状态里面 只有一个命令指挥官 你们村里都不用说话 因为太危险了 在危及整个国家的生命的时候 他要做这个动作 美国总统就要下命令 行政命令就要下去 这时候由中央统一协调 因为你地方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了 所以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发布命令 这叫独裁 这是必要的独裁 在几个状态底下 需要做这个 第一个 战争 A war to repel invasion Repel 就是赶回去 Invasion 就是侵略 当有外国侵略你的时候 你需要做这个动作 When a state must convert its peace, tim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into a war time fighting machine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国家会突然转型 从什么地方转型 本来是一个平和时期的状态 转型变成战争的机器 本来是平安的时候 大家投票选举 一到战争的时候怎么投票选举 不可能了 他现在要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机器 fighting machine 打仗的机器 所以那些都不用说了 人权都撑起平安 因为你这个国家要被人家侵略 要被人家灭掉了 你当然所有的神迹要绷紧的 去打掉他 等到你恢复正常状态 你才可以说 大家来选举 大家来选投票 战争状态 你还要投票 你就被人家灭掉了 对不对 现在知道了 And over match the skill and efficiency of the enemy 就是最后要你的能力能够克服 完全贏过对方之后 你才恢复正常状态 第二个 Rebellion The authority of a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resist openly by large number of its citizens 就是当这个由宪法架构出来的政府 但是被谁叛变叛乱 就是里面自己的公民 起来要对抗他 什么理由 不是要讲的 现在讲的是 什么状态是要 开始回到独裁的状态 你可以想 现在其他国家 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泰国啊 泰国不是政争吗 从外边都讲 riots 变成暴民在那边乱了 到后来美国的军方就进来了 不 泰国的军方就进来了 对不对 皇室叫泰 后面就是皇室 就是这拥有者嘛 泰国的拥有者就泰皇嘛 那那就变皇军了嘛 来 不要有其他的声音 其他手机的声音都不准出现 泰皇出来又执行什么 马上就军事独裁就起来了 台湾媒体搞不清楚状态 他们搞独裁哦 秋夕郎 人家什么状态你搞不清楚 所以媒体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些事情 媒体在成平时候叫媒体 所以他不能知道什么叫战争状态 尬击一群资源回收人 你们知道资源回收人 不知道资源回收人是什么 请举手 不知道 沒關係 我讲 有人不知道 好 这又是我的课里面的一部分 以前叫做生存战争 部落跟部落打 打完了以后 是不是你就占了很多土地 占完很多土地以后 过去打赢之后把对方全部杀光 要不然你会站起来 以后有空的话 你下一代搞不好回过来推翻我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把你的人全部杀光 后来这样不对 全部杀光以后土地变大 那谁去种啊 谁去竞走啊 所以他就留一部分的人 留在那个地方 强的 聪明的 全部给你杀光 老弱妇孺给你留在当地 为什么 继续帮我种田啊 帮我去收什么东西啊 帮我养猪养什么 然后时间到了 我就把你这个用税抽回来 这样我会省了力气啊 所以这种本来要被杀掉的人 把他拿回来再利用 是不是叫资源回收 本来是本手嘛 叫做资源回收 所以在战争状态 就叫做资源回收人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吧 这叫资源回收人 本来要被杀掉的 现在拿来回来再利用 台湾大部分都已经变资源回收人了 因为比较聪明的比较厉害 然后找到228都要来杀光了 其他聪明的都出国了 跑掉了 我们隔壁有个资源回收城市嘛 对不对 叫香港嘛 对不对 他以前被英国殖民嘛 他们时间到了总督 他就派一个总督来 把钱就拿走了 就这样回到英国 很简单啊 后来他时间到了要还给中国 中国就说 舞照跳 马照跑 对不对 时间到现在要收回来 香港人就跳起来 为什么我要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解放军的歌 起到要死 不好意思 你的身份就是要中国人 他叫你做这件事 是理所当然的 名正言顺 是你们搞不清楚状况 你在抗议什么 现在知道了吗 那资源回收人 我跟你讲就是 没有脑袋的身体 叫资源回收人 没有脑袋就是没有效忠对象的 没有脑袋身体 功能还是有啊 可以跑步啊 可以吃东西啊 所以资源回收人都在做什么事情 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 有押韵喔 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 大家好像快睡到讲个笑话 有一个记者跑到南极 他就访问那边南极的企鹅 北极有没有企鹅 没有嘛 北极有北极熊 南极有企鹅 他就访问说 企鹅啊 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每天这样过日 然后每个企鹅就告诉他 我们每天就是吃饭睡觉 打东东 他就问第二企鹅 第二企鹅说 我们也是啊 吃饭睡觉打东东 吃饭睡觉唱歌跳舞打东东 他问第三企鹅 你每天做什么 吃饭睡觉唱歌跳舞打东东 第四支的时候 他说 我也要回答 我们就是每天吃饭睡觉唱歌跳舞 他就停了 他记者说 你怎么没有打东东 他说我就是东东啊 我就是东东啊 听得懂吗 就去用打 去用门的那些 所以他没有打东东 好啦 有没有醒过来 资源回收人没有脑袋 那他还是要活的嘛 所以要一个脑袋 那脑袋是什么 资源回收人的脑袋是什么 我讲媒体 资源回收人的脑袋是媒体 媒体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叫你上街抗议他就上街抗议 叫你去看黄色小鸭 叫你去看黄色小鸭 叫做黄色小鸭都去看 叫你去买什么东西 你就买什么东西 那资源回收人的脑袋 在记忆力有多长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有记忆力 memory 这个记忆力可以维持多长 我跟你讲 媒体讲多久是多久 洪中秋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三绿七安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看他新闻炒多久 新闻过后你就忘记了 因为新闻没有在讲 资源回收人脑袋又特别短 他就是这个记忆 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媒体 媒体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知道吗 资源回收人不念书的 他也不思考的 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资源回收人 那种香港人 跑到英国 跑到西兰 去移民的没效 遇到他当地的国家 他还是资源回收人 他也不效忠当地的国家 他效忠是什么 自己的肚子 有得吃 有东西拿好够就好了 知道吗 这叫做资源回收人 在座各位都不是 我们现在有效忠的对象 我们是有脑 我们有判断 我们没念书 所以你不要花大部分时间去看媒体 对不对 媒体 你怎么可以 媒体是给你洗脑的 你现在去看媒体就很奇怪 你知道真正的法理之后 你怎么会去注意媒体 你有很多书可以看 你有很多课可以上 你的头脑已经青青起来 特别是黑熊部队 你的效忠对象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不可以再怀疑下去了 很清楚 你现在就是执行命令而已 我接下去慢慢讲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resist openly by large number of its citizens who are engaged in violent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enforcement of its law 就是当国家执行法律的时候 他反抗 那就是判民 乱民 国家这时候宣布紧急状态 把控制下来 直到他愿意顺服在法律底下 所以我们黑熊部队是法律的执行者 什么法律 我们最近是不是通过法案 我们的议会是不是通过法案 对 那就是我们要执行的法律 我们的效忠对象是日本天皇 目前没办法做到 所以我们效忠谁 对 美国军事政府 对不对 没错吧 你现在不是回到大日本帝国 还没有 你现在回到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底下的 台湾民政府 所以你上面是有人的 不要自己说 我现在是大日本帝国臣民 哇 就黑了 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在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底下的 民事政府 你有效忠对象 就是占领者的 这个会吧 占领者的什么 就是我们的 会不会填空 占领者的意志 就是被占领者的 占领者的 没有人回答 命令 占领者的意志 就是被占领者的命令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的 统预的那个顺序 他们的命令就是 他们的意志就是我们命令 你叫你作强你就作强 因为你是被占领状态 现在知道 第三个 Economic depression 叫经济 大恐慌的时候 会做这件事情 会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罗斯福那时候 不是啊 Great depression 1920年 30年的时候 经济大恐慌 萧条 人都快饿死了 你这国家都快灭掉了 不用人家来打你 已经完蛋了 所以那宣誓紧急状态 没有什么自由市场了 全部政府在掌控 所以 direct threats to a nation's continual and constitutional existence 就已经有直接的威胁 侵犯到 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了 已经直接侵犯到 像什么 经济的问题 大量大型的火灾 那时候三番四不是整个烧掉吗 一直宣布紧急状态 float 大洪水来的时候 干旱的时候 drought earthquake 大量的大地震的时候 也会宣布这个 还有riots 暴民的时候 and great strikes 大量的罢工的时候 就会宣布紧急状态 政府这时候就要介入了 这几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就是危机 就是威胁到这个国家生存的危机 你们知道了 要有这个敏感度 好 我们再讲下一个 下一张 ok comment hierarchy 指挥系统 好啦 在座各位是黑熊部队 你们的指挥系统是什么 搞清楚 在日语里面叫做上意下达 上面的意思 意志 要达到下面 你要执行下去 命令出来 你要确实把它 百分之百的执行出来 不要自己就是修改 也不用修正 你的 对我们部队跟我们其他的单位不一样 部队就是执行命令 百分之百 我都没有百分之九十九 我都没有说这样 我说百分之百把它执行出来 做不到的 上报 说抱歉 我只能做到这个 但是你的方向 你的命令是百分之百执行出来 这才叫部队 the order in which authority and power in the organization is wielded and dedicated from top management to every employee at every level of the organization 这是从一般的企业来讲也是一样的事情 命令 order 就是在上面的那个authority 就权威跟那个权力的中心 在这个组织里面 他命令下来了 到每一个分子手上 那透过什么方法 就是这种階层式的领导 贯穿到每一个部分 就是order instruction flow down along the chain of command Chain of command 这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就是指挥系统 然后所有的accountability 就是你对谁负责 对你的上面 你不要直接跳过去 你的上面 在往上 一层一层往上负责 这样才能是最有效率的组织架构 所以到军队这个里面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这种东西才会有效率的推动一个任何事物 Chain of command 就是指挥系统 你们过去我们当中如果搞不清楚 像有些女生没当过兵 但男生都有当过兵 你就知道军队部队里面就是分层负责 每一个人跟他上一级报告 没有什么越级报告的 就一个一个 一层一层的下来 以后你们派到每个单位也是 也上级给你一个命令 就要想办法把你所管的组织架构里面 每一个人彻底的掌握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指挥系统越明确又干脆又清楚的 就越容易掌控 你的权力混淆搞不清楚就很难掌控 这个权力结构要非常清楚非常明显 military forces are example straight chain of command 所谓的军事军队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 那另外一个名词英文叫做line of command line 以后我们要学这英文名词 我没骗你 你不要再讲讲中文 过来是美国给你下指导旗 下命令 英文要知道 在座的每一位 学会英文里面的这个系统是什么 美国的官阶的军官的位阶 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你不要再讲中卫lie lieutenant 知道 sergeant是什么 你这个名字要知道 在座如果有职业军人在里面 这个英文你不要再用中文体系 现在是回到美国的体系 你要知道对方是谁 你去问说 请问你是什么官阶 你要知道 对方跟你讲英文 这什么东西 抱歉对方是将军 你也回去了 对不对 好 下一张 好 这是陆军指挥系统 这是以前大日本帝国的时候 我们的陆军指挥系统 给你们看一下 他就是组织架构图 就是谁层层负责是什么单位 有没有 关东军 关东指挥下下属这些单位 关东防卫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 第六 第二十三直辖 有没有 航空兵团 再来防卫总司令部 你看他是同一个位阶 南方军支那派全队 那台湾军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台湾军在哪里 在这里 防卫总司令部下的 北东中西朝鲜 台湾军 我们以前叫台湾军 现在也是叫台湾军 我们不是在听那个歌吗 讲到台湾军 我们现在有很多台湾人 我们只认身份 谁是真正的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不是说台义的 很多我们的人不会讲台语的 因为他讲客家话 讲高杂族语言 讲台语不一定是台湾人 我们认定人是认定身份 而且很多年轻的一代 也不会讲台语 但是台语是本土台湾人 真正的 我们是按照什么 知道吗 我们按照什么 来确认你的身份 你们都有申请身份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日据时代 在我们战拜的那一点上 住在这个地方的 在户籍里面 有你的名字在里面的后代 你就是证明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获得确认之后 结果被人家玩掉了 所以一部分台湾人 加入国民党 一部分加入亲民党 一部分加入台联 民进党 结果都不是 那是给人玩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把这里面的人 全部叫回来 他们不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党派的 我们这些人全部把他叫回来 只要你身份对 我管你是哪个党派 全部把你叫回来 成立一个叫做台湾军 不要在他们游戏规则里面 被人家分类了 我们现在有新的分类方法 按照我们的身份 新的分类叫做台湾军 过去都忘记了 因为你的身份已经跳出来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可以接纳任何 亲民党 新党 另外 那根本就是中国自纳党 对吧 但是这里面 只要是台湾人 都叫一叫 成立台湾军 我们有另外一个 恢复我们正常成分 这样知道 OK 这是什么南方军 来下一张 这是美国 我们被他占领 我们至少要知道怎么回事吧 上面是 Commander-in-Chief 美国中央 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休息几分钟 10分钟好了 我们11点恢复 中间休息 我再讲几分钟 我们给他结束掉 大家需要休息 因为内容蛮多的 来 Commander-in-Chief 是什么意思 所有命令的 最大的内阁 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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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面下属 在美国政府里面有什么 Advisor Cabinet 就是内阁 Security of Defense 什么内阁 国防部的内阁 NSC 国家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会议 下面 Join Chief Staff Intelligence 情治集団 他的 Forces有什么 有这些地方 Organization Forces 有看到这个 Home Defense 这个是跟国外的 国际的交流的关系 所以有NATO 北大公约 还有一个 就是像 美日安保协定 有不同协定 有合作对象 在这边 好 我们现在目前就先上来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那个 要宣布休息十分钟吗 然后准时回来 好